在上一讲中,我们提到过Vilcoxon质核检验可以用来做连续型变量资料或者是有序变量资料的两个独立样本的比较。 上一讲,我们介绍了连续型变量资料两个独立样本比较的情况。 接下来在这一讲中,我们再一起看一看两组有序分类变量资料比较的质核检验。 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某医科大学营养教研室为了了解居民体内核黄素营养的情况, 于某年夏冬两个季节收集成年居民口服5毫克核黄素4个小时以后的复合尿, 测定体内核黄素的含量,并将结果记录在下面的表格当中。 现在,需要我们比较该地区夏冬两个季节,居民体内核黄素含量有无差别。 根据这个表格,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一些信息。 首先,是核黄素含量情况,也就是这个研究当中测量的变量是一个有序多分类的资料。 它一共有三个等级,核黄素缺乏,核黄素不足,以及核黄素适宜。 显然,这样的资料不能采用我们之前学习过的参数检验的方法进行分析, 因为参数检验的方法要求数据必须符同正态分布的这个前提假设。 第二个信息,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研究当中,一共有两组数据, 一组为夏季收集到的居民体内核黄素含量, 另外一组为冬季在居民体内收集得到的核黄素含量, 两组数据之间相互独立。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两组有序分类变量资料的Will Coxon 制和检验的基本思想和具体的步骤。 首先是建立检验假设,确定检验水准。 0假设是夏季两个季节居民体内核黄素含量的总体分布位置相同。 注意这里,我们比较的是总体分布位置的情况。 贝则假设是夏季两个季节居民体内核黄素含量的总体分布位置不同, 检验水准α设为0.05。 接下来是要计算减统计量T值。 第一步同样是编制。 和连续型变量资料的两个独立样本比较一样, 我们还是要首先将两组数据合并在一起。 但接下来的步骤会略有不同。 由于是有序多分类变量的资料, 我们需要按照等级由小到大的顺序进行统一编制。 还好次序之后,先计算各等级样本的合计数, 再确定各等级的致次范围, 并求出各等级的平均致次。 这个过程听起来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还是采用实际数据来演示一下具体的编制过程。 还是大家刚刚看到的数据。 我们首先将夏冬两个季节的数据进行合并, 得到表格的第四列,也就是合计列。 我们知道, 核黄素营养情况这个变量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 将等级进行排列的话, 应该是核黄素缺乏, 核黄素不足, 一直到核黄素适宜。 所以在编制的时候, 我们首先从核黄素缺乏这一列开始编。 核黄素缺乏的居民一共有32人, 所以这一等级的致次会从1一直编到32。 那么该等级的平均致次就应该等于 1加上32的合除以2, 等于16.5。 同理, 在下一个等级, 也就是核黄素营养状况不足这一等级当中, 一共有32位居民。 他们的致次应该从33开始编起, 一直编到64。 那么这个等级的平均致次就应该等于33加上64的合除以2, 等于48.5。 最后编制的是核黄素适宜这一个等级, 一共有20位居民, 致次从65一直编到84, 等级的平均致次等于74.5。 接下来要完成的工作是求各组的致核。 具体的步骤是将各等级的平均致次分别乘以各组在该等级当中的例数, 再进行求和。 在本例中, 夏季组一共有40位居民, 他们在核黄素缺乏、 不足以及适宜三个等级上的分布分别是10人、 14人和16人。 所以这一个组的致核就应该等于, 核黄素缺乏的平均致次16.5乘以该等级的人数10人。 加上核黄素不足的平均致次48.5, 乘以该等级的人数14人。 再加上核黄素适宜的平均致次74.5, 乘以该等级的人数16人, 最后得到该组的致核等于2036。 同理, 我们也可以计算出冬季组的致核等于1534。 夏季组和冬季组的致核分别计为T1和T2。 和定量资料的Vilcoxen致核检验一样, 这里我们仍然采用样本量较小的那一组的致核, 作为检验统计量T值。 因此, 本例的统计量T就等于夏季组的致核2036。 本例中因为样本量较大, N1等于40, 超出了T介质表的使用范围。 所以这里我们采用正态近似法来计算P值的大小。 由于在同一个等级当中, 相同的个体数很多, 因此出现相持的情况很多, 这里需要我们用到相持校正的公式。 首先计算校正系数C, C的计算公式如幻灯片中所示, 适中TJ表示第几次相持的个数, 三次相持的个数分别为32, 32, 以及20。 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得到校正系数C等于0.1239。 通过上一讲介绍过的Z统计量的计算公式, 我们可以计算出此时的Z值等于6.5619。 通过校正相持之后, 我们得到校正后的Z值等于7.0106。 通过查标准正态分布界指表, 我们可以得到双侧的P值小于0.001。 按照α等于0.05的检验水准, 我们拒绝H0接受H1, 故可以认为夏冬两个季节居民体内的核黄素含量有差别。 好,以上就是这一讲的内容。 谢谢大家。